Nio我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墨西哥A隊對上台灣A隊 那這場比賽是昨天打的 那我今天就來趕快播啦 那這場比賽的結果相信有些觀眾已經知道了 那為了不劇透大家 那我就先以正常的方式來播報 其實我也不知道結果啦 但是我就大概看了一些有人在討論 所以有點稍微被劇透了一點點 所以我還是會用一個平常的方式來播報 那最後影片的結尾 我會開始說明這一次的比賽的爭議點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第一場 墨西哥A隊對上台灣A隊的比賽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黃色選手 是選的高冕 高冕的話這張地圖來說是中規中矩的存在 不會太強的不會太弱 而且算是中上等級的一個文明 所以我覺得高冕選的還蠻不錯的 再來是紅色 紅色是緬甸 緬甸就是我們之前說的台灣 不是台灣啊 團戰之鬼啊 這個飛鏢奇兵非常難打 這個部分的話 台灣A隊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飛鏢奇兵出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紫色 紫色是選擇了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也是全方位的 目前墨西哥A隊選擇的文明都是偏強勢一點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橘色 橘色選擇瑪雅 哇瑪雅也是南美洲強勢的文明之一喔 打團戰來說 工兵非常實用之外呢 奴兵跟羽毛劍射手 都有一定的強度在的 而且支援遊戲的效果讓他團戰更能存活一些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灣A隊選擇的文明喔 台灣A隊這邊天空熊選擇的是不列顛 不列顛打法就是比較一般般 就是打這個工兵 那射程優勢要在城堡斯坦才會有 但是城堡斯坦還有更多優勢喔 像是TC半價喔 可以快速開TC開始農經濟喔 對話來說都是好事 但唯一的缺點喔 不列顛就是沒有拇指環喔 跟對方的工兵互射的時候 很容易會被打出這個數量 好那再來是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是克勞者 克勞者選擇的是法國 這個這個叫什麼 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加不列顛 哇這個是英法聯軍啊 這一場有得看喔 那我覺得克勞德跟天空熊 這幾場的比賽喔 連動的效果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覺得這一場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嗯 先不要把話說實 我也不知道結果 哈哈哈哈 好接下來看一下綠色喔 綠色是瑪麗人啊 瑪麗人是有這個深層進化效果 也是偏後期文明 那我們繼續講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藍色 藍色是伊索碧亞 那伊索碧亞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喔 他是團戰的非常OP的文明喔 這個工兵射速之快喔 前期就有給到對方壓力之外呢 後期還可以用這個 金冠科技喔 讓投石器喔 火炮啊投車喔 這個傷害範圍變得很廣闊喔 有點像是僅次於賽爾特團戰的一個地位喔 所以我覺得 伊索碧亞也算是選的蠻漂亮的 好 那由於我發現這個 國家杯賽事喔 這個長度實在太長了 我決定我用兩倍數來播喔 那有交戰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再來減速喔 慢慢看喔 不然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播一部影片 我都要花好幾個小時 去做 剪影片的動作 還有這個錄影喔 我覺得時間太長 我喉嚨有點痛 所以我們這裡喔 就盡量使用這個 兩倍數喔 來稍微解除一下 這邊伊索碧亞打的是雙棒棒騷擾戰術喔 雙棒棒的話 基本上不會太傷經濟喔 就是你可以兩棒棒給到一點小小的壓力喔 但是要擊殺對方村民是很困難的 主要是一個騷擾為主的動作 並不是要來真的擊殺對方的村民 就是讓這樣對方 我們要把他安心的才支援喔 那就是雙棒棒的一個重點 雙棒棒的話 通常也不會去按這個 也不會去按裝甲升級了 好 但天空熊這邊 這邊是有打騷擾的喔 哇 這邊是三棒棒 就會按裝甲了 三棒棒裝甲按上去之後 這個殺傷力就十足了 木牆的血量會掉到非常快速 而且 天空熊還在前面 建造了這個射箭場喔 待會前壓射箭場 輸入會特別快 那我目前覺得 台灣天空熊這邊打的還算是蠻激進的 我覺得這一把的節奏好像有點快喔 我稍微減速一下好了 看看這裡怎麼打 哇 這邊墨西哥A隊 這邊尾得非常快速喔 把這個木牆就圍了起來 後面的毛兵直接被隔絕 在外面只能被老鷹追著打 好 天空熊這邊直接攻兵開始按 看一下天空熊的配置喔 這邊我覺得有得看喔 這邊配置是配七木 黃金的部分是配了三金耶 還不錯喔 那看起來這個配置來說是比較穩定的 真不愧是我們台灣頂尖高手 這個配置都配得好好的 這邊射一下 可以狼下 OK射死 沒問題 那這邊裝甲呢就繼續移動喔 就是不要停下來 看到有東西打就打一下喔 如果工兵過來就一直移動 讓工兵去追他就好了 這個就是打裝甲的一個細節喔 那當然是需要大量手術的喔 那像我的話我就不 我就知道我自己手術沒那麼快 我就不太會去打裝甲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是需要練習的阿 我也是因為 自認為自己手術沒那麼快才不倒 但其實是不好的 既然不擅長的事情喔 就應該要多去練習 就像我一開始做頻道 講話都口齒不清喔 講話像乳含乳丹一樣喔 那我也是為了 讓我自己講中文喔 比較有順暢一點的感覺 所以才開始建立這個頻道 一開始的初衷是想要練習講中文而已 那最近好像比較有少量的聲音喔 沒有再出現說我有講話含乳丹的問題了 我也是深感欣慰阿 自己的中文也是一天一天的喔 慢慢被觀眾糾正喔 開始發音比較好了一點喔 現在我的人生大半身中喔 都是在講日文阿 所以這個中文的部分喔 常常都會像講日文一樣喔 全部含在一起 B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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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喔 所以就太習慣喔 講中文的時候也是用日文的這個腔調去講喔 那目前的感覺喔 感覺講中文好像比較能大家接受 好 那我來看一下喔 天空熊這邊 雖然是前置射箭場喔 但是對方直接大死牆圍死喔 並沒有再繼續做一個強烈的進攻喔 我覺得天空熊這邊已經做到一個不錯的心理戰術了 讓對手以為他要強的喔 事實上天空熊並沒有喔 他只有下單射箭場 不是雙射箭場 那這邊問題就要回到天空熊身上囉 這裡要趕快圍死喔 上個大死牆喔 右邊要趕快圍到底喔 這邊這邊有圍到底 有有有有 好那天空熊這邊吸引得我做到 公兵直接拉回家 待會再補一個射箭場也可以 不然家裡沒有射箭場會很危險 好這邊要圍圍一下 但是對方伺候已經過來了 天空熊這邊騎停戰術其實很漂亮喔 你看這個裝甲繼續往後走 這個就是相當的nice喔 這個裝甲就是不要停留喔 既然外架已經騷擾不到 那就是去騷擾第二架喔 基本上你在阿拉伯打公兵跟騎士的時候 血量就是這樣子喔 外架打不到就去打內架 就是內架也打不到就去打下一架 一直跑就對了 千萬不要收回家 好那這邊直接硬砍這邊 房屋 房屋血量掉得很快喔 這邊可能會打出一個洞口來 那內架反而克是選擇了一個直層打法嗎 我來看一下經濟 好沒有法蘭克是打海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上來說沒有那麼好 但也順利的把這個海域拿下來了 這邊海域全吃 這若是打海贏的情況下 這邊天空熊可能會有點吃力喔 只能一個人獨自對抗兩國的進攻 那目前這個紫色直接無視天空熊 直接跑到克勞德家裡後面 想要直接對他做個打擊 因為家裡確實沒什麼防守 這邊他在存一些資源喔 要來上城堡時代了 所以他這邊不按刺猴 但來不及啦 克勞德已經被溜了進去 哎呀這邊只能被迫收村 只要一收村就傷到經濟了 這墨西哥A隊這邊打得不錯 應該可以收掉一村 欸欸欸居然沒收掉 應該硬收可以啦 對啊硬收可以 只會掉給一隻刺猴 好 那這邊後面的弓兵也是直接掠過天空熊喔 天空熊這邊已經做到很努力的事情了 已經很努力在尾了 但沒有辦法 這個一定會被打破了 因為封建時代的防禍喔 防禍力太低了 好 最後一防而已 好 那這邊那一家 這個阿峰 應該是阿峰 峰哥嗎 我們叫峰哥好了 峰哥直接拉大量刺齁 直接來打這邊 幫克勞德解一下 團隊 團隊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溝通喔 克勞德說他要上城堡時代 然後這邊戰艦也打贏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太多兵力喔 可以去解掉這一波 但是峰哥喔 他這邊兵喔 也是在巡弱喔 在做防守的動作而已喔 所以立刻就可以來支援克勞德喔 這是我們台灣隊喔 一個很贊取的一個 一點的細節喔 就是溝通上來說 是蠻靈活的 並沒有那麼刻板印象 就是 兩家外家 就是內家外家要連動 各打各的 並沒有喔 台灣隊的是 非常靈活的 我覺得台灣A隊 我現在最看好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喔 好 那目前 本來這邊海域是全部拿下來的 但是這個 緬甸喔 居然沒有直程打飛鏢齊兵 而是來打 專心打海戰 自己的河岸已經拿下來了 但是還不滿足喔 直接跑到了克勞德這個海岸 想要做這個漁船燒了 好目前看起來 天空熊這邊的工兵總共有八隻 這邊還是要歸到城堡時代喔 那目前外家這邊 伊索比亞DS喔 也是要升到史堡時代 那我不確定喔 這邊是要打工兵 還是要去打海戰喔 因為伊索比亞打海戰 沒什麼巨大的優勢喔 而且 緬甸這邊有免費的伐木科技 經濟上來說 本來就會比伊索比亞還要好一些喔 那我覺得現在緬甸有巨大的優勢喔 現在有海 待會肉多 除非要騎兵待會又很強 台灣A隊現在的局勢感覺是不太好的 好這邊稍微一下 我們這邊稍微小小加速一下 這邊自爆船能不能炸到一波 好這邊有散開 還有DS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好這邊炸的還可以喔 能接受 好這邊只有一個洞口 但是這邊刺頭不敢直接硬上 我們在這邊發呆 想用運出船運過去 因為這個青苔處已經被對手控了下來喔 沒辦法直接穩穩的走過去喔 好這邊魚船直接被硬吃掉 有點慘 哇天空熊的魚船直接爆開 克朗德的戰艦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些落頭 砍爆這些魚船 那這邊上面居然還有戰艦 好這個牆看是要被打爆了 原來這是克朗德蓋的喔 那為什麼他要用一束船蓋走過去啊 這個 喔他是要直接運到這裡來啊 啊我弄我懂了 我想說這不是克朗德的成人嗎 他怎麼還要運出界 OK天空熊這邊要六個五隻貢兵去後面 嘻嘻鬧鬧 哇這邊貢兵差一點遇難啊 五隻貢兵順利到達岸上 還好還好沒有死掉 這邊你到城堡時代的天空熊 點一下奴兵跟二級射的三級 好那我們這邊喔就適時的點一下這個加速 但我覺得這邊不能加速喔 這邊隨時都會打起來 好這邊大量落火過來 天空熊已經毒死應該沒問題 掉攻擊來需要一段時間 但橘色這邊 城堡時代已經上了 很快要點一下這個升級才對喔 但他現在沒有點 他這邊只有點這個二級射喔 奴兵的升級還沒有點喔 這邊有一段時間可以爭取一下 那這邊來支援的喔 是這個 欸這個叫瑪莉喔 瑪莉來做支援 而不是克勞德 克勞德這邊還在繼續農經濟喔 專心三TC四TC開下去了 沒有太多的兵力喔 可以第一時間支援天空熊 但天空熊這邊防守也是做得不錯的喔 這個房子直接毒口 這個就算被打爆了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只要拖的時間越久 之後面這五隻公兵喔 就可以做到更多事情 好那這邊五隻公兵直接殺了兩隻 駱駝加上一隻公兵 兩隻公兵已經非常賺了喔 好那天空熊這五隻確實有燒了到一點點東西 和對手墨西哥隊也是打得非常的硬喔 那右邊這邊為什麼我沒看喔 主要是因為這兩邊都是各打各的 那目前黃色也是農自己的 也沒有在做一些特別進攻 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待會高敏可能會直接出關喔 直接來橫掃右半側 所以瑪莉這邊可能也要專心農一下喔 兵也不能出太多 因為出太多的話實在上完喔 這個飆悍精神可能出不來就出大事了 好那目前看起來兩隊的狀況 都是開始在農狀況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是盡量喔 這個比賽我們都濃縮在一步裡喔 不要再分那個上下級 盡量就是一步內搞定 所以有加速的部分喔 還請各位電量一下 好 好緬甸這邊戰艦沒有再繼續出了 他覺得應該數量是夠了 所以開始也在捕魚 但是這個河道上克勞的也是拿回來也沒什麼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天空熊這邊也是穩穩的上到3TC Kaino 這個勢必會引來這個大後期的決戰 當然短期之內並不會有太大衝突 好那高綿開始動作了 中間開始蓋寶要來站下中間這塊大島嶼 這邊高綿要出奴巷炮嗎 但我覺得不可能 這個出奴巷炮絕對是帶雷 好一定是打這個重裝騎士為主 然後再轉大象 這是比較正常的常規高綿的開局方式 再合一點喔 高綿可以再出這個奴炮 雙重奴炮射擊喔 也是個方法 好那空哥這邊瑪莉 若托已經要點2攻 那瑪莉這邊也要點到帝王時代了 目前第一個上帝王時代是 墨西哥A隊的高綿 果然是高綿專性喔 哇靠直接大象爆 居然還不是重裝騎士欸 太狠了太狠了 這邊要來直擊瑪莉了 哇奴巷炮 哇你真的出奴巷炮欸 出奴巷炮這個蠻有膽子的喔 這邊通常很容易被招搶走 而且造價成本偏高 使用性沒有說非常好用 所以讓用夠的話才會有這個殺傷力喔 好那緬甸的飛鏢騎兵開始在肆虐了 飛鏢騎兵現在有這個安息人戰術的關係喔 抗箭矢能力變得好一點了 但是要趕快升到地龍時代才可以點 那緬甸這邊還在城堡時代 所以還沒有安息人 那這邊因索比亞的弓兵已經第一時間來支援 這邊駱駝直接要來解 但是駱駝打這個戰象還是有點傷害的喔 雖然兩邊都是互相傷害了 而且戰象顯示實在太多了 所以這邊打駱駝其實也是效果蠻不錯的 畢竟大家現在有這個前面的這個 正前方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有點像是這個 波蘭的践踏肉麻的感覺 跟敗戰體的後期科技一樣 但是戰象是只有正前方才會有這個 擴散效果的能力喔 哇這邊頂掉直接把這個駱駝頂爆 超3 這邊要考慮的是要不要轉一些 長槍兵喔 或是擊兵出來 因為瑪麗這邊如果再繼續出 這些彪悍精神的馬的話 雖然是可以有效的有主動性喔 欸如果是法蘭克這邊 克朗得出擊兵 那就沒事了 OK 二戰很好 那繼續瑪麗就出彪悍精神駱駝 可以去追這個緬甸的飛鏢騎兵 這樣主動性會更好一點 哇我剛剛才把我的擔憂說出阿 台灣A隊馬上就立刻做出了應對阿 克朗得沒有出遊俠而是擊兵 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喔 這個Cloud這個舉動可能會完全逆轉這個戰場喔 這個戰場本來是由高明帶著節奏喔 跟這個高明的 跟這個緬甸的飛鏢騎兵把這個節奏帶走了 我還以為台灣A隊可能要量了 沒想到這一波舉動讓我覺得出乎意料之外 而且這邊導致已經預想好對方出大象了 這個疾病已經少少就升級好了 第一時間的這個量也是足夠可以去頂掉對方的 這個大象的數量 那這邊的話就是變成天空雄要單打獨鬥了 那後方的印度斯坦喔 這個駱駝也是一直在出 但現在駱駝出來的話也會被法蘭克的疾病開始出喔 哇這個Cloud就是Cloud啊 真的是很精銳喔這個反應 好那目前天空雄要一個人打的關係喔 要特別小心不要被一個人喔 不要被他們兩個人一次圍毆到死喔 基本上現在不能出門喔 所以他是不列電的關係喔 如果對方出衝撤的話會很難受 所以要看事實的情況喔 要不要出點投石車喔 或是出這個騎士喔 去解一下對方的這個衝撤的問題喔 因為我自己玩不列電的時候也是覺得 對方出衝撤的情況下是蠻難打的 但是天空雄第一時間也沒有去按投車升級喔 而是慢慢的去轉出了三級射跟奴兵的升級 這裡打常攻也沒什麼太大意義喔 好OK 這邊印度斯坦的駱駝直接跑到了Cloud的家裡 Cloud的家裡開始有大量駱駝做騷擾 這邊趕快拉一些疾病回家 大量疾病直接回國救援 但正面的城堡進攻站還沒有停止 目前右邊的伊索比亞的工兵也是蓄勢待發 準備好了 工程器要出火炮了嗎 沒錯 點下金罐飆悍精神 待會伊索比亞也要點金罐喔 好那這邊來了 金瑞茅相夫 好這邊要指到硬頂應該是沒問題 雲頭司機順速被拆爆 哇這個大象頂得掉嗎 哇這邊聰明秀也收不回來 好這邊駱駝直接過來之後 飆悍精神駱駝已經好了 攻擊力7加7 可以跟對方的印度斯坦的駱駝稍微抗衡一下 那正面的部分 天空熊還是穩穩的在家裡防守 並沒有做個太大的進攻動作 只有這邊做個少少的騷擾 用這個弓箭射程喔 去射對方的弓兵 換掉了衣鞋喔 利用這個樹木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這邊再稍微偷渡過去 稍微運載 那這樣就可以偷渡進去 哇天空熊這個運 運得很漂亮啊 這邊射掉了非常多村民 好後方這邊駱駝直接大戰開了打起來 但是這邊不敢直接硬上 這邊駱駝其實還沒到帝王駱駝 可能還想爭取時間升級 那瑪麗這邊彪悍精神 還是有巨大的一個實質作用 好中間這邊開始火槍也出來了 印度山火槍 印度火衝金冠也點下去 射程加爾非常遠 那這邊出直斧兵的話會被射爆 這個沒辦法 因為這個直斧兵是步兵屬性喔 所以吃到火槍的傷害是很痛的 我看直接消失了 應該是兩槍 兩到三槍可以點掉一隻喔 這個直斧兵喔 欸四槍啊 兩到三槍是不是太誇張了 啊真的三槍欸我的天 哇這麼痛喔 哈哈哈哈 這就是有這麼誇張這個遊戲 好 那這邊是法蘭克城堡的交火處喔 稍微可以擋一下 那這邊駱駝直接殺到天空熊的家裡後方 天空熊這邊有大量的屍體倒在地上 那這邊也順利的 把對方的印度斯坦弱全部吃掉 那這邊慢慢在運輸去的過程中喔 也被對方抓到了一個 後面抓 後面的公民直接被抓包 那天空熊這邊燒也是打得很極限喔 中間這邊大衝車也被撞了過來 馬亞人也是以前常常說的 沒騎馬板的蒙古喔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他的羽毛建設手也是跑得很快喔 而且也有大衝車喔 而且經濟上來說也更好 所以有人會說這個是下馬板的蒙古 就是這個原因喔 這個衝突就是這麼強 但是這邊即時救援很救的很不錯 這個駱駝攻擊力很高 比一般的落手攻擊力還會更高一點 而且天空熊還真的有升級中型頭車阿 中頭直接升好 這個衝車防守來說第一行有擋下來還不錯 右側的一手臂阿 軍事直接搶攻軍 搶軍事殺了進去 那這邊頭子車也在繼續出 那大衝有點快擋不住了嗎 感覺大衝應該是頂得住吧 可能是沒有空齁 好天空熊看到對方承包齁 有點送掉了一些頭車 但沒有關係 正面部分有點關鍵喔 直火兵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要來打對方擊兵應該是蠻OK的 那這邊瑪莉亞是轉出了一些重裝騎士 去來想要打火槍 但火槍的傷害是太高了 那看也要幫克勞德自己轉出一些遊俠 去擋一下會比較好 但由於他前面投資太多擊兵 前面要轉遊俠出來的話還需要一點時間 這個空窗球還是要靠一下隊友 右邊這邊果然是被打了回去 大象沒問題啦 大象通常是能打得贏這些強弩的 好這邊第一時間 強弩士去射飛鏢奇兵 這是小小的細節 我覺得伊索比拉這邊自己 可能要再按一些槍兵會比較好 有有有 奇兵有出來長相 目前感覺戰線是55開的部分 村民上也只相差20村左右 台灣A隊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算是偏穩定一些的 沒有那種戰線潰敗的問題 大家都在中線打你來我往 但這邊印度斯坦的火槍實在太強了 射程很遠了 雖然他射速很慢 但是這邊馬力的馬依舊不夠多 因為這邊馬是有分一些到天空雄這邊做一個救援動作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做一個推進 城堡只能被且打且退 第一時間這個 直撫兵 拆掉對方的頭車 截的還不錯 雖然自己的城堡掉了 但沒關係 法蘭克的城堡就是便宜 多打一點也是 5技 也是小C裝 這邊幾兵出來 大象的一個制衡 就會非常好了 待會火炮再多出一點 就可以變成波西米亞的模式 雖然還是沒有波西米亞這麼誇張 那我覺得一手標也是夠強了 好 我覺得希望要寄託於DS這裡 然後還要看一下他們 這邊 高明會不會全力支援這個右側 紅色緬甸這裡 如果緬甸移去往右邊支援的話 中間就有機會打回去 目前是印度斯坦的兵 一個人扛兩家 我覺得克勞德加上風哥的時令 應該來說是打得贏這一坨兵的 這邊直接繞後 繞背去拆頭車 但這面火槍沒辦法解決掉 還是有點痛苦 火炮部分 待會可能要找個機會出一下比較好 好 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蓋起來 後方的重裝騎士努力在抵擋 但是後方還是有急運補了過來 所以後方的騎士已經全部倒光了 這邊支伏兵想要繼續往前做一個輸出 這邊是來硬拆頭子撐嗎 沒有 好 直接撤退 這邊吃電子傷害吃的太多了 雖然巨型頭司機器還在輸出 後面也在修 好 第二波上來直接硬拆 但是疾病直接解掉 瑪麗的說的輕疾病 瑪麗的一個優勢慢慢展現出來了 雖然沒有黃金 但是有輕疾病 攻擊也是7加7喔 攻擊14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黃金部分還是要趕快想辦法再補起來 好 那目前 第2史已經慢慢擊垮了緬甸 緬甸這個大魔王直接被擊垮 非常關鍵 好 那黃金國 墨西克A隊 連瑪雅又開始轉步兵了 天空熊的不列顛 攻兵優勢慢慢展現出來了 發現當繼續打攻兵對他來說不是事件好事 因為對方射程優勢實在太恐怖了 那如果有黃金國的話 待會天空熊可能要轉一些劍兵勇士喔 出來檔向比較好 或者是出一點騎士喔 但現在騎士有點造價太貴喔 天空熊這邊最好的解法是 直接去打騎士或輕騎兵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關鍵還在中間喔 但是如果天空熊如果突然倒的話 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天空熊應該不會這麼閃喔 還是會出一點其他兵來擋一下 這邊支付兵直接開打 果然天空熊按下常見兵的升級了 OK 常見兵點下去 轉這個裝甲步兵就對了 這個印度斯坦的黃金太誇張了 有四巨頭火槍一整排 在這裡為什麼沒人出火炮 如果有火炮這個火槍就沒辦法這麼無腦了 好 那右邊高面有慢慢恢復一點經濟 多了一點飛鏢騎兵 那這個飛鏢騎兵有點下安息人戰術 然後再點下1防2加3OK 數字是正常的 好 那火炮的部分慢慢逼了回來 趕快跑趕快跑 經濟來說DS好像工兵單位差點變少了 好 這個緬甸飛鏢騎兵變得很麻煩 可是這個安息人戰術的時候太抗箭死了 好 投資機開始又壓到了印度斯坦的城下了 原來緬甸跑去打右邊DS 所以剛剛這個劇本就所說的 如果緬甸跑去打右邊DS的話 中間就有機會推回去 就是像我說的狀況 那目前天空熊看到對方轉老鷹之後 馬上退回家裡 再繼續把這裡的防禦城牆給顧起來 因為他這邊如果老鷹直接飛進來 會直接害到隊友 然後這邊還要拖一段時間 才可以把自己的劍兵勇士給轉出來 這個劍兵勇士轉出來之後 才可以繼續開門進攻 不然在劍兵勇士出來之前 是沒有太大希望可以打贏正面的 正面這個直伏兵持續在輸出 直接打光 後面這個直伏兵打得非常快速 丟一下丟一下 丟死 漂亮啦這個火炮剪得不錯 後方有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要來守護這塊礦區 OK 那這樣地圖我們在昨天的台灣A隊的比賽 有過到這張圖 這張圖有點像是有河道版的阿拉伯 黃金也比較多一點的阿拉伯 所以基本上這張圖是比較適合打後期的 因為黃金一多後期就比較適合打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好 那這邊緬甸右邊戰線覺得好像打不太下去 支援一下中間戰場 這邊右邊他覺得可以放一下 來拖延一下時間 這邊已經開始轉出垃圾兵在擋了 垃圾兵打垃圾兵 戰貓打戰貓 中間這邊直接再多一次推進 這邊拉的各都吹不過來 克勞德要直接把這邊出兵點壓制住 只要這個城堡能起來 那就很賺了 這邊克勞德這邊壓住澤溫 這裡有大量射箭場 出兵點直接被壓制 這邊大量火槍會直接消失 這邊支援兵持續壓得過來 那由於法蘭克沒有出遊俠的關係 馬的重則大刃就要出在瑪麗身上了 在瑪麗出了也不是太大問題 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有這個超高攻擊力的重裝騎射 攻擊力19攻 直接扛住正面應該是沒問題 疾兵部分就有支援兵來解決 好這邊慢慢推了過去 射箭場直接淹過去 但是左邊頭車沒有砸到 哎呀可惜了 這邊天空熊用自己的弓兵來毒口 頭車在後面砸 砸到了一些 哇 漂亮啦天空熊 NICE 直接擊垮了大量弓兵 這一頭砸下去 直接砸大概20隻的弓兵 應該有了 好這邊毒口毒非常漂亮 黃金國英勇士也沒辦法飛進來 自己的劍兵有事呢 這邊怎麼有動 哇這個是對面出鐘頭開 開路過來啦 哇老英飛最終還是飛了進來 第一時間劍兵有事也升級好了 OK天空熊足夠的時間已經扛了下來 13加1攻擊力1加2 非常的勇猛 好中間的部分天空熊應該是不用擔心了 有劍兵有事這邊關鍵就是在中間了 中間只要能打下來 基本上台灣隊就很經營了 好這邊看到非常多的劍兵有事 老英飛有決定要繼續往後飛嗎 攻兵的部分這邊把這個口堵起來 欸這邊又有更多的窄口了 劍兵有事打老英有個問題 就是追不太到 這邊call了一下阿楓 楓哥來救一下 楓哥的騎士跟輕騎兵 打這些老英是相當easy的 OK這邊解的非常漂亮 雖然瑪雅是主動進攻一方 但是分數是最後一名的 瑪雅這一波並沒有抓到任何甜頭 第二次反應是一個人扛兩架 非常的精銳 抗搖氣非常的十足 中間這個關鍵 台灣A隊一直慢慢打上了上風 雖然川民術已經不是重要了 川民術雖然是落後了 但也只落後那一些些 但重要的是如何把對方推過去 就是個重點 看起來經濟來說 天空熊這邊也是打得很穩定 但這邊老英飛有點尷尬喔 天空熊這裡並沒有太多劍兵有事可以擋 這邊要稍微撤退一下 劍兵有事在後方趕快救一下 哇這個老英打 攻兵實在太痛了 回到中間戰場 這邊瑪莉又來繼續幫 克勞德做個推進動作 哇這就是法蘭克阿 橫保一路蓋 這就是法蘭克保錐指腐兵 搭配隊友騎士 凝壓的一個打法 好那這邊墨西哥A隊打出了 GG我們恭喜他們A隊拿下了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這個打得著實漂亮 天空熊那一波禁油轉的很漂亮 又是天空熊沒有轉禁油出來的話 他可能會直接倒 這個轉變的一個意識喔 非常快速 我覺得DS這邊打得也是相當漂亮 基本上他是一個人拖兩個家 直接把這個UZZI 這個是他們的大將之一 直接打爆了 我沒想到這個UZDI緬甸人居然會被DS這樣直接撵過去 我覺得DS應該有世界前50槍有了吧 這個實力布隆小墊了 他可能只是沒時間爬天梯吧 DS真的是有點猛 其他的玩家克拉德跟瑪莉 這兩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中間都在關注 然後人的搭配也是打得風生水起 該做到事情都有做 而且瑪莉除了打中間之外 不定捨去幫天空手擋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A隊 真的做到一個很棒的細節 溝通上來說比其他的隊伍來說 會更靈活一些 我覺得真的是台灣隊的優點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第二場比賽吧 目前台灣A隊拿下第一場首勝 這場比賽是遷徙 遷徙地圖會比較難打一點 但是需要渡海的阿拉伯 阿拉伯也是 生存有點窄小的一個圖 那這張地圖我們之前也是有提到 打法算是有兩種 一個是三一分推跟二二分推 二二分推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三一分推的打法主要是一個人牽制海域的部分 其他人是主攻島嶼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會有個問題 就是三一分推 家裡的島上的村民是很難移民到島上的 很容易被對方的一個外島全部封鎖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如果是要這樣打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多這種二二分推的打法 好 那我們先來看台灣A隊的一個選角 不是選角 選文名 這邊選的是蘇拉庫瑪天空熊 打的是馬來人 馬來人有這個海上霸主 等一下淫灌之後碼頭會自動射箭 也一個防禦型的 他算是一個比較防禦型的海軍文明 那捕魚的部分呢 也有三倍漁網效果 所以馬來人我就選擇這個文明也是不錯的 而且他這個升時代喔 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有這個升時代的優勢在 那天空熊來說的話應該沒有問題喔 他這個升級一定是非常nice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克勞德 克勞德選的是 欸 選的這個是孟加仁 孟加仁的話在團戰下是很熱門的文明喔 這個強度非常的高啊 那打海戰的部分優勢呢 是這個戰技能會自動回血 時間一長下來喔 這個回血的效果其實蠻可觀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青色吧 青色是選擇達魯P圖 達魯P圖這張圖的話 絕對是去打中間的喔 不可能打海喔 達魯P圖海戰並沒有特別強喔 但是他陸戰喔 是跟鬼一樣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位 洪師傅嗨嗨拳 會打成閃閃戰機吧 欸 但是之前台灣A隊有出現過他喔 怎麼好像沒有看過他的感覺 這個是Z40嗎 聽說Z40之前我在Twitch直播完RO的時候 他有來抖內我寫裝備喔 都不知道是不是Z40阿 我跟Z40應該是 也不算是認識喔 就是有段淵源戰 我覺得他人也是蠻好的 有贊助一些裝備什麼的 所以我現在沒有玩 這樣忙著再博斯伊地國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位是 A... 欸 這個是小夜夜嗎 A L B I S 那應該是小夜夜吧 應該是吧 好 那應該是小夜夜 好 小夜選達魯P圖 達魯P圖這個文明喔 這張圖來說是蠻不錯的選擇喔 那地龍時代呢還可以打這個柔船 柔船是這個可以一次射出很多奴炮的一個戰艦喔 這時候地龍時代才能出 所以要搞到那個時間點喔 再轉出來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那前期來說的話 達魯P圖並沒有太大的一個特別之處 只有升級時代的時候加200木頭 會有一個優勢帶喔 在那之後呢這個優勢就會慢慢減少了 那所以能打到前面的優勢 是對達魯P圖算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能及早壓到對方的漁港附近喔 去壓迫他的漁船 不能安心的捕魚喔 是個重點 也可以同時喔 讓對方沒有辦法漁船做集結 會比較好一些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日本喔 橘色選的是 喔 這個是橘色選的日本 日本的捕魚的速度是 全遊戲裡面最快的喔 那日本呢 海戰的話就是比較單調一點喔 如果是打陸戰的話會主 會以這個強弩為主喔 然後以日本武士為輔還有擊兵喔 那我覺得日本來說 在尤海圖來說並不弱 經濟來說是偏好的 所以打起來也不會太差 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選的是伯伯 伯伯人的傳劍速度也是蠻快的 而且打陸戰也並不弱 而且有這個強大的弱弓喔 對方有這個馬弓文明 可以全部counter 當然這一把有弱弓 只有弱弓能打的 也只有這個 孟加拉的相弓而已喔 但相弓部分血量本來就是 血多的一個馬弓單位喔 所以 打弱弓的方向其實有點四六開而已 也沒有到是 也沒有到是完全被counter喔 只有小小被counter一下而已 因為這個孟加拉的派科技喔 是可以讓相弓吃到的 所以打起來的結果 不一定是 弱弓會佔上風喔 這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當然也是因為相弓的造價也比較貴的關係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黃色 黃色選擇是波斯人喔 波斯人的話 海戰方面也是普普通通 雖然沒有到特別優勢 但是他的tc喔 跟碼頭的 工作效率喔 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足夠支援的話 當然可以爆出更多的戰艦 還有自己的村民喔 那我覺得波斯這個文明 打油海圖 來說的話 海陸混合圖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落地戰不會太弱 有駱駝可以出一遊俠 而且還有免費工兵可以使用 而且戰艦部分 也可以早點出出來 魚船方面也是 真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覺得波斯也是選得不錯的喔 這個是誰選的 這個是UZDI 喔難怪 這個算是墨西哥A隊的一個主將喔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喔 也是常有看到這位選手 常常出現在我們頻道上 因為他真的蠻厲害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選的是蒙古人 蒙古人在這樣地圖的話 其實海陸方面 並沒有太大優勢的一個強勢之處 但是他只要一上島之後 蒙古圖技一成型喔 撐爆這個中間的島的 機率是非常高的喔 只要對方沒有伯伯的話 基本上有落宮 不是落宮 這個蒙古圖技喔 都可以打到一些東西出來 而且殺傷力非常持著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 小夜夜有沒有用第一時間 造戰船去壓制呢 欸感覺有 在前面 但是對手應對速度也是很快的 並沒有讓他直接壓到碼頭附近喔 他也知道碼頭這邊 絕對不能被他壓到這個港口這個地方喔 對手的一個觀念非常好 小夜夜這邊也是有他的一個想法在的 但是沒辦法 對方也是蠻標準化的一個流程 所以戰艦部分 並沒有速列上的優勢 只有稍微一點點喔 這個有第一時間換到對方的血量 但是這邊小夜夜就要特別注意喔 再繼續逼近的話 對方戰艦數量一多喔 可能會突然變劣勢 所以最好要等到後面的戰艦集結過來之後 再往前推進喔 當然這樣會變成說 兩邊的戰隊數量一模一樣喔 就只能變成兩邊都互相 你看我看你 曝射一下打一下這樣子喔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日本最想要看到的結果 因為日本只要時間拖得越久 那魚船的效果就可以讓他增加更多食物喔 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可以升級成爐炮戰船 這時候再打過去比較輕鬆喔 那雖然打火P2也是有這個捕魚上的優勢 但是他的捕魚來說並沒有像日本那麼快速喔 兩敗專載量的關係 所以只是讓他有稍微一點加成喔 但是我覺得速度還是比較重要的喔 這個就像... 沒事好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 本來想講一些... 這樣話 還是算了 好 戰艦這邊開始對射喔 那沒問題 這邊就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話是比較值得注意的喔 天空熊馬來的戰艦可能會有點小心一些 馬來雖然捕魚前期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要開始打魚網 才有這個三倍魚網的優勢戰 而且這個海上霸佐也要贏貫喔 城堡之後才可以點價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天空熊這邊要打贏的話 其實也不算太難 因為本身蒙古來說經濟就不好 戰艦本來就容易輸 這邊戰艦台灣隊喔 這邊是九對九 可以射掉一艘 戰艦開始有點輸囉 這邊對手秀操作秀的蠻好的 這邊是天空熊組場 這邊是馬頭一出來就可以出來的地方 這邊可以往上貼了 天空熊這邊可以直接收掉對手 有射掉 OK 我想說又沒射掉有點尷尬 這邊想要射殘血的 但是也射不到 OK 天空熊的數量越換越多 7打6 後面戰艦一直有不過來 要稍微退一下了 好 果不其安打羅P2直接打路戰喔 直接 把村民喔 蓋了過去 而且還沒城堡時代喔 就出了這個駱駝刺猴 駱駝刺猴 一到城堡時代就會變成駱駝騎兵喔 這個傷害力跟威瑟力喔 就會再更 更上一層龍一些喔 果然在巡弱了 OK 目前戰艦的部分還在做 上上下下移動的一個 感覺 結果後方 這個是誰的戰船 波斯的火蒙童過來了 完蛋 天空熊 看到這個戰艦 可能會心裡抖一下喔 那後方 克勞德也有出戰艦喔 但戰艦第一時間 還沒有到天空熊的家裡 那右邊已經開始變成 海戰雙打的部分 那下方其實也是喔 墨西哥隊是打一個 全部O-in海域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是比較少見的喔 因為很難 因為你這樣子一來的話 中間這個島嶼很難可以開發起來 那中間的話很容易就像這樣子喔 直接被控制喔 但是這邊居然被繞過去了 這邊打擾P圖的駱駝居然沒看到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那這邊終於開下了TC 這邊開倒是要去哪裡 哇這邊直接 直接沒抓到啊 很可惜啊 好那目前戰艦的部分 天空熊被逼到了克勞德家裡 但是克勞德這時候已經上到城堡時代 火戰船也已經升級好 那後方的波式的戰艦也是升級好 但是海域的部分 大家馬來的戰船只能在家裡喔 不能出來 這邊可能還是要等到城堡時代之後 目前城堡時代還有10分鐘 10秒鐘 就可以來蓋一下了 左這邊蓋城堡 沒有辦法抓到 有點可惜 打擾P圖這一波的一個 抓登陸並沒有抓到喔 海域方面 台灣隊開始出現弱勢喔 畢竟對方是打一個全海域的作戰方式 所以左邊小葉葉喔 勢必會被壓著打的一個問題喔 這個火戰船會一直燒 這邊只能盡可能去做一個交換動作 要換多少台就換多少台 盡可能的可以把戰船 多打一點就多打一點喔 唉呀 這個有點心酸啊 看起來有點可憐 沒有辦法 這個墨西哥A隊這個戰法 確實蠻好的 這邊戰船部分也是蠻多的 UZZI戰船數量非常多 黑龍熊有點被鎖在家裡了 中間這個城堡已經蓋好了 其實有一個樹立 而且就在旁邊欸 但居然沒有發現到 這邊駱駝居然看到了 不是駱駝 刺頭已經看到這裡有城堡 這時候他們才聘燈 打一個叉叉 靠!中間居然有城堡 這邊登陸戰居然完全沒有抓到登陸 這邊他們剛好轉到一個死角啊 一個timing點 讓他們沒辦法打出優勢來 好那天空熊的碼頭全部被都掉了 碼頭部分現在沒有戰團可以做生產 那現在天空熊如果要再繼續的話 後面這邊趕快去補碼頭 好那目前打海戰的工作就輪到克勞德身上 克勞德這邊海戰要打之外 陸地上也要開始慢慢登陸 開TC開農的一個重點 有點忙 但是墨西哥海戰現在是大戶全盛狀態 海域方面已經入侵到了後方 這個不是大陸皮圖 這個趨著羅倫的後方了 後面漁船可能會有點小心 而且克勞德旁邊這邊也是有點危險 這邊這隻戰船不知道會不會看到這一艘 這一艘這些艘 這些日本的漁船 不是漁船 戰船會不會過來 到底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哇哇哇沒看到 欸有看到 喔抓到了抓到了 OK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不會被突襲到了 這個漁船稍微拉一下 應該不會損失太過慘重 沒有動沒有動 哇還是被射被射漁船 糟糕了 克勞德沒有在顧啊 他應該沒有 這個戰船應該是自動攻擊的 好可能他不想管一船是不是 任憑他射射 不可以射射 好那這邊戰艦慢慢逼的回去 好蒙古這邊終於升級好了 弩炮彈船 可以做反打了 那中間的部分 直接出了弱攻 弱攻的話 傷害非常強大喔 基本上跟那個蒙古圖記 沒什麼兩樣 非常痛的 那這邊 蒙古圖記 不是蒙古圖記 弱攻騷擾的效果還是很好 這邊可能會被點掉生鋁嗎 沒招到 這邊是不是要蓋城堡 蓋第二個城堡了嗎 果然壓寶了 因為他現在有弱攻上的一個數量優勢 傷害優勢在的關係 這個城堡是可以考慮壓壓看的 哇 果然硬壓了 糟糕這個壓下去 這個金被控就算了 五片田也沒了 TC也爆了 這個沒辦法啊 沒有石頭跟對方對 好那台灣A隊目前面臨巨大的劣勢啊 好那下方大樓皮圖也是 但是沒辦法擋住的感覺 看起來是涼涼了 那可能是要放棄打海 開始打登陸了 後面TC也慢慢開一下 開始在爆經濟 那我覺得這邊台灣A隊 這裡有點尷尬啊 沒有抓到對方登陸 而且讓他城堡直接蓋好兩座 直接發展起來 反而讓他們這個 全部打海的策略 非常成功 其實說 如果你要全部打海的話 問題就會變成這樣子 你陸地上可能會很難 建立起來殖民地 或是站到一個好位子 但沒想到 剛好被躲過死角 直接被建立起來 這有點傷啊 反而讓他們唯一的烈士 變成不是烈士 是非常巨大的優勢 天空熊跟Cloud這邊 被打得有點落花流水的感覺 雖然天空熊也是建立了 一個新的殖民地 但是失去了 海域優勢的狀況下 要再繼續把村民兵過去 是一大難題 而且Cloud也是被逼迫 加入海戰的行列 所以陸戰方面 他可能只能眼睜睜的 出少少的兵 幫忙而已 沒辦法很專心 轉出這個相公出來打 那目前只剩下Cloud 一個人在打海 三家都已經跑到登陸了 這個路上登陸了 而且天空熊這邊有大量村民 直接被射死 PC也沒有蓋好 這個洛攻就是這麼的煩 想要出什麼打都不太好打 而且血量也是蠻多的 55滴血 這包船炸個一波 砰 那只有少量駱駝的話 是沒辦法阻止洛攻的一個騷擾的 哇這個洛攻殺了多少村民 到處多屍體就知道這個洛攻多難解決 所以我常常在說洛攻很強 不是因為我真的要 講得很誇張什麼的 是真的洛攻真的很強 就是這麼的強勢 這個單位 好 大家如果過來 這樣的話就有機會包到一些 哎呦這邊蠻不錯 直接直擊掉一些 但這邊直接會合的話 上面直接大增 可能沒辦法繼續打 好 這包船炸 炸 炸知道嗎 欸應該也不用炸 我三船直接焰爐回去 台灣一隊目前面臨巨大劣勢啊 好 戰艦部分 看起來有機會打回去嗎 波勒士道現在還沒有登陸嗎 哇真的沒登陸欸 只有這邊登陸蓋了一個碼頭 還沒有開始建立殖民地 真的很專心在打海域的動作 好 那克勞德憑著一擊之力 慢慢把對手逼回去 劇情頭C出來 直接開拆 用時代駱駝這邊 還有一段時間 平總還有40秒 那大家就會說 這個弱弓到底要怎麼解啊 弱弓最好的解法 就是出火炮頭車之類的 不弩炮 那最好的拔法也是 出這個戰毛兵 那是可以完全counter大家的一個屬性 但是 缺德羅倫的 弓兵系 也沒有到特別強 所以他的這個 打法還是比較偏駱駝打法 因為他的駱駝有這個傷害加成 所以打弱弓來說 傷害並不差 是有點優勢在的 好這邊炸了一波 血量掉很快 火彈船的話 就是用自爆船 不然要幹嘛 來蹦蹦蹦一下 好 三巨頭直接硬拆 掉得很快 四巨頭來了 四巨頭一到的話 這個城堡注定是要掉了 這個絕對修不回來 比他這個村民術一定是不可能的 四巨頭 打很快的 這個城堡能修得起來嗎 不可能吧 四巨頭你還修得起來 你一定是開掛 這個看起來沒開掛 很正常 倒了 果然修不回來 我還以為我就 差點就差起了 這個弱弓數量太多了吧 35 這個駱駝魚過去也是 白白被射光而已 這個弱弓實在是很難解 那達羅匹圖的話 戰毛兵很強 所以這邊如果要解弱弓的話 可能要請達羅匹圖出一些戰毛 畢竟達羅匹圖的戰毛兵 攻速是非常快速的 有25%攻速加成 這個被射很慘 好 這邊是直接出強弩 不打算出戰毛兵 但是 摩西哥 欸對喔 這個蒙古土器也慢慢出的出來 海面的部分 目前靠著 克勞德一己之力 把海域慢慢打了回去 同時也讓天空熊 有一個安全的運輸環境 可以讓他的村民 一直暈到本島上 可以做一個建立殖民地的動作 那馬來人的話 待會看到不要打大象 打大象的話 又很怕對方的箭矢 對方有弱弓跟 蒙古廚技的情況下 好像打大象不太好 因為他的大象是非常怕箭矢 如果直接打強弩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點 馬來打強弩 有人說爪刀呢 爪刀不可能 爪刀絕對是被射爛 這邊包得不錯 曲德羅人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包得nice 這邊城堡掉了 第一時間巨型投石機直接拆光 這邊取得巨大的勝利 現在台灣雷隊聚集了一波 組織進攻 這一波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巨型投石機可以再拆掉一台嗎 還有12滴 哎呀可惜了 但沒有關係 後方的城堡也是繼續補了過欄 給對手繼續足夠的壓力 最後邊天空熊大會面臨是蒙古突擊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邊出強弩應該是沒問題 OK 弩兵在升級了 好 不然天空熊是要打強弩 那待會克勞德海戰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出一點相公來幫忙打 相公只要一出來 戰局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 哇 果然在出相公了 相公直接開打強弩加駱駝 欸 他們打法完全被我說中 直接開出 哇 這麼能打的嗎 你弱弓直接換不太好吧 我要來點火炮 我就知道 我過了就是要點火炮 哇 這個打魯P2尷尬 他沒有點母子環 熱速很慢 好 弱弓的部分 數量還是蠻多 目前看起來上方的一個戰艦部分 但克勞德還是要專心打一下 打魯部分 稍微被波斯淹了過來 但波斯這時候還在登陸 所以目前是陸地戰 是台灣A隊友 試打散的部分 雖然克勞德戰艦 還在繼續出的關心 相公沒有辦法成為主戰力 但是現在主戰力 是由天空熊做一個主要輸出的動作 由於是出強弩跟毛病的關係 所以對方第一時間 我突擊 沒有辦法做一個大膽的動作去騷擾 好 這邊弱弓 還是繼續誇張的擋住了 好 停下這個派科技了 有派科技了 OKOK 下派科技之後就很穩了 待會克勞德大象 就可以稱霸蘇的戰區了 那這邊就要考慮 要不要讓這個天空熊去打海 然後由這個克勞德去打陸戰 會比較好 目前看起來 這個結果也是這樣子 因為馬來本身打海的話 是比較適合一點 比起 孟加拉打海 他去打大象 然後自己去打這個 彈劍部分會更好一些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大家專心出相公 然後海戰由天空熊擋下來 這邊再做一個對射動作 這邊弓兵掉血道非常快速 完蛋了這個弱弓好猛啊 日本的擊兵非常強大 這是我們開頭講的 日本在這張圖 只能出擊兵 強奴跟日本武士 是三種選擇 那確實也是夠用了 這個擊兵只要一直在前面 對方弱頭就不敢正面硬打 後面的火炮再繼續拆下去 螺絲給到蠻大的壓力 安若公 卡蒙圖記來了 唉唷這叫頭車 頭車砸一下 哇 大蒜也是被砸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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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車 頭車 頭車打太嚇 太痛了啦 哇這邊看要不要轉一些生理科技 點一下那個救贖思想 去照一下 這個頭車太誇張了啦 好這邊點一下彈射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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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點一下彈射器之後 這個拆卸速度會變很快 哇 蒙古的頭車好有殺傷力啊 移動速度夠快 好後面弱工也來稍微支援一下 但下方台灣A隊慢慢被逼近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方了 三個生物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日本的箭塔也是慢慢樹裂起來 日本的箭塔的弓箭數量是非常多的 這個大型箭塔給殺傷力是非常十足的 每一個大型箭塔都有如一個弱化版城堡一樣的傷害力 這就是日本箭塔最誇張的地方 再打個一波 火砲點一下 趕快點一下這個頭車 但這邊蒙不除機也是蠻針對性的 直接硬點掉了 台灣A隊目前面臨巨大的劣勢 這邊戰線下方要是爆了可能就沒機會 墨西哥A隊 平級的三個人之力 直接要擊虧台灣A隊四名上島的玩家嗎 波士到現在還沒有出關 要是波士這時候再加入戰場 這個畫面會完全不一樣喔 完蛋了 達羅P圖快沒有呼吸了 唉呀 唉呀 這個箭塔 步步插了進來 好痛 插得太深入了 台灣A隊 快沒有感覺了 哇 涼了 心痛啊 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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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太高 這位紅色玩家打得很漂亮喔 那個蒙古 頭車威力非常的猛 那左邊 劍塔 日本的戰術也是相當成功 禮兵加上大型劍塔 步步逼近 加上洛宮的一個原地戰A的一個打法 讓對方的馬力 就打整區的羅倫 並沒有一個非常好的發揮空間 不管是出這個沙騎馬 或是駱駝 都沒辦法直接直擊對方的一個主要部隊 那其實這邊是要靠達羅P圖 用大量戰毛淹過去就可以的喔 但後方由於有火炮在輸出的關係 所以達羅P圖的戰毛兵一直沒辦法續起來數量 所以導致目前台灣A隊下面只能一直撤退喔 那目前達羅P圖也是開始沒有經濟了 那這邊台灣隊打出了GG 哇 很可惜喔 我們恭喜墨西哥A隊拿下他們的第一勝 那目前比分是台灣A隊 第一勝墨西哥A隊1比1的一個戰局 那這次比賽好像也不是BO5 是BO3 好像是打完三場 就是看比分而已 那我就有點打錯了 不好意思 那這個部分 我待會下一場會再做一個更改 OK 那看起來台灣A隊的一個問題 是在右邊這一邊 打這個 蒙古的時候 這個決策的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小小的問題在 但是如果這個要打圖策的部分 可能要請 曲折羅倫來打會比較好 曲折羅倫用大量駱駝直接淹過來 然後 克羅德馬 這個相公一直往下派喔 去處理這些 吉兵喔 日本吉兵跟對方的勃勃的弱攻喔 會比較好一些喔 所以是需要交換戰場的工作 可是他們可能是因為 打得太水深火熱喔 沒有第一時間想到喔 也有可能喔 所以可能就這樣子錯失良機喔 然後只能打出GG喔 相當可惜 好 那我們恭喜墨西哥A隊拿下第一場的比賽喔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第二場比 第三場比賽吧 OK 那遊戲來到了第三場比賽 台灣A隊對上墨西哥A隊 目前比分是1比1 那只要拿到兩勝的隊伍呢 就可以晉級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團隊 島嶼最後誰會拿下勝利吧 好 那那個紫色呢 是選擇的西班喔 西班海戰這個火炮戰團要值得注意喔 後期這個火炮戰團的威懾力喔 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這個吸增喔 攻堅來說也是不錯用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橘色 橘色是選擇了葡萄阿倫 葡萄阿倫的話 海戰方面也是不錯的選擇 團劍的防護力蠻高的 而且所有的單位喔 黃金都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那葡萄阿倫的話 還有這個無限戰術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葡萄阿倫的船 這兩件 來說的話是蠻OK的 而且也算是蠻有優勢的 那我覺得葡萄阿倫這張地圖 也是非常適合一張文明選擇的喔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黃色吧 黃色是選擇了馬札爾 馬札爾的話 算是比較適合攻堅的一個文明喔 那這個文明的話 比較偏向於這個 打馬狗跟這個騎士暴的一個部分 那海戰方面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太大顯眼的地方 那這場比賽 時場比較長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選擇了八倍數來看 前面可能會快速略過一下 我們畢竟要把這個三個比賽 直接濃縮在一集裡面喔 盡量這個時場 不要超過一個小時多 比較不太會容易被youtuber 給推薦到首頁上 那我會盡量的把這個流量喔 盡量的把影片縮短一點喔 大家看的也比較輕鬆一些 好那UZDI選擇的是越南 越南這邊文明喔 我覺得比較尷尬一點 白戰方面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強勢之處喔 但是他的這個攻殿很好用 這該不會是要打登陸了嗎 哇這有出喔 終於出船直接打登陸戰 哇靠這邊打登陸很很很溜阿 這邊有一隻村沒上去的 只是原地返回嗎 待會再再一次 OK這邊直接登陸 哇這邊登陸看到台灣隊 DS選擇的這個是薩拉聖人 薩拉聖人還在奴後登陸雖然很強喔 攻速有加成20% 但是前期經濟不太好 哇這一波抓到直接抓了一村下來 傷害很高這裡沒有織布的關係 DS的村民直接死傷慘重 應該會不會再殺個一村 哇直接死兩村 好結果這裡台灣隊一開始就出現了烈士喔 這邊大量的刺頭集結到了DS家附近 想要來阻止對手來打一個登陸戰 但是這邊登陸似乎已經辦成功了 這邊這邊只要一成功之後 這邊海戰喔 勢必會有一點小小的失誤戰 果然這邊第一時間火蒙頭沒有出 因為在忙著顧路上的關係喔 那這邊薩拉庫瑪 可以趕快出兵喔 出這個馬 跟場上兵過來做防守 UGDR這邊登陸戰打得非常漂亮喔 兩個射箭場已經補下了 這邊軍營也有按 再來按這個場上兵 後面馬的部分也開始出馬了 而且這邊還插了一個箭塔 總體看起來的話 目前墨西哥A隊這波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海洋運輸船直接繞進去 開始在坎裡面的村民 但是現在有織布技術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還是死了一村 這邊忙了控海戰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辦法這麼專心的 去打陸地上的一個 兵器配置的控制喔 這邊直接再繼續入侵過來 這邊 Ds很尷尬 這邊雖然為死了 但是運輸船可以一直運兵進來 這邊看要不要補一些長槍兵喔 過去幫忙手下比較好 哇 這邊村民直接又在被開打一波喔 露馬直接又吃了一村 哇 DS村民術直接產到 最後一名阿 只有32村 UZZ還有33村喔 攻兵部分兩邊都打得非常多 封封熊這邊一直想要來救DS喔 但是我覺得有點難救 只靠肉馬的話是可能膽 下來的 這邊有長槍兵的關係 所以真的是不好解 好 那這裡終於把這個運輸船 運輸船解決掉的話 就沒辦法再繼續一直暈過來了 待會這邊就要看一下這個 攻兵部分喔 要怎麼解了 好 台灣A隊目前有一個很明顯的烈士戰 但是現在也沒有足夠的攻兵喔 可以去阻止 哇 這邊可能要被死一村嗎 這邊果子也沒辦法好好吃 哇 很難受 好 這時候終於內加克勞德條盾了 他的騎士終於出來 可以來幫忙解決掉這坨攻兵跟長槍兵了 那騎士一出來之後 應該稍微可以喘口氣 那條盾在這樣的地圖 應該也稍打攻兵戰喔 團戰部分也沒有特別之處 希西里天空熊是選擇了希西里 那也沒問題喔 兩個都是打一個登陸戰的文明 那外面的部分是選擇了朝鮮 朝鮮的話其實也是不錯的 但朝鮮的戰艦部分 這個龜甲戰船你要適當的輸喔 不能直接出龜甲戰船 很容易被擊垮 才是要以這個奴號戰船入線為主 會比較好一些喔 會比較好一些喔 好 朝鮮這邊 這個加成呢 是軍事單位喔 有這個木材減免 但是不包含海上的 所以就有點尷尬 只有陸地單位有 那也不包含工程器 好 這邊直接上到城堡時代的西班牙人 直接出了奴號戰船看家至海岸邊 那這邊海岸邊可能是想要救隊友 好 這個奴號直接跑到岸邊 想要來打 這邊打得傷很高 這兩隻村民不知道 或是會拿得下來喔 這邊還在努力的出兵 如果場鮮兵想要來擋 場鮮兵存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這邊可能是想要 升到城堡時代喔 然後直接三級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好 這裡面這隻村民應該是要被解掉了 哇 這邊墨西哥A隊這個戰略打得非常不錯 這個登陸戰打得非常及時阿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哇 這邊條論 克勞德出的騎士有點多喔 這邊3T是有在運轉喔 喔 有 有在運轉的話 出這麼多騎士就沒問題了 因為你要出這麼多騎士的情況下 前提是不能傷到自己的經濟喔 如果會傷到自己的經濟去做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是不太好的一個行為 但是克勞德這邊細節都有做得很滿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後方的船艦有點被打掉了 原來左邊海岸線的關係直接崩潰了 DS戰艦沒辦法第一時間去幫到隊友 那由於蘇拉庫瑪天空熊出了太多刺頭關係 代表時代是最後一個上的 好 那這邊由於沒有時代上的優勢 對方長兵也出來了 特別越南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會縱上台灣A隊喔 這個長兵太多了 沒辦法用騎士單純解光喔 看要不要天空熊出個BK喔 出個奴炮之類的來打 稍微會比較有效一點 好 這邊結果蓋一下BK的是越南UGGI 這邊看來是想要直接打死對手 但是這邊騎士直接上高地想要硬吃 這些長兵居然能吃得掉啊 哇靠 這麼快是條頓騎士喔 有夠硬 這邊已經解決完這些重裝騎士之後 目前是一家騷擾三家的概念喔 天空熊也被騷擾到 克勞德這邊也是為了出兵喔 損失了非常多的經濟喔 沒有辦法專心喔 反正是紫色這邊農得非常開心 已經4TC開龍用少量的奴炮戰團在後面殺了喔 這邊戰艦由於沒有戰艦防守的關係 他的漁船也就是全部送光了 克勞德這邊經濟有點受到一點受傷的感覺喔 這邊DS是最慘的一個狀況喔 海岸線完全沒辦法出任何東西去補經濟喔 漁船一出去可能就會被擊垮喔 這邊轉到中間來補漁算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正確打法 對於你的炮戰團也是繞到後方想要去偷一下經濟 右側部分朝鮮 目前看起來這邊小夜夜好像戰船的數量不是很穩定喔 應該是小夜夜吧 我怎麼有記錯的人 如果我有記錯的話請各位一定要糾正我 我有點忘記小夜夜的ID叫什麼 我只記得他是A開頭的 應該是小夜夜沒錯啦 好 好 那這邊看起來還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打下 這邊長蛙兵子在出其實蠻難打的 這個追影只剩個8滴血 就拆一拆的 好這場登陸戰UZDI拿下了不錯的成果 台灣A隊現在明顯落後大概20川左右的經濟 但是還沒有到會輸的狀況 台灣A隊現在在努力打回來是還有機會的 但是右側這邊海戰部分真的是有點慘喔 那沒有關係喔 克朗德在後方已經建立了碼頭 可以在後方去打一個海戰反擊的動作 那這邊克朗德沒有打海 而是天空熊轉出了這個戰船的部分 想要來支援一下朝鮮右邊的戰艦的一個問題 戰艦數量不夠多 依舊是你想法出海的一個狀況 好升到帝王十大的是 西班牙、西班牙跟馬塞爾都已經升到帝王十大 天空熊也是努力升到帝王了 那帝王十大移上之後 第一時間升級的是自爆船跟快速火戰船的一個升級 那天空熊看起來這一波是想要幫助朝鮮拿回海域的優勢喔 那這個城堡也沒有插得非常暗邊喔 能防守到的一個戰艦數量是有限的 這邊做一個火戰船的包夾動作 天空熊這邊夾得非常漂亮 這邊是重心火戰船 爐炮戰船基本上只有被貼著燒了一個份 那這個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天空熊這邊燒好燒滿 後面想要建立劍塔來做個防守 但是應該是徒勞無功這邊戰船應該會先行全部射光 燒光了燒光了 台灣隊這邊打的還是蠻漂亮的 那看起來台灣A隊這邊 還是有機會可以扳回一城喔 還沒有到完全GG私密打的地步喔 台灣A隊天空熊 直接把海域右側拿了回來 克勞德這邊也是補了一些戰艦喔 想來幫忙打一下海域 那我覺得現在要打動物戰是一個重點 要稍微存一下資源 然後要來順利建立這個殖民地喔 結果這邊克勞德直接運了大量的騎士 運到島上來重擊UZGI這邊的一個經濟狀況喔 那看起來右側的一個部分也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右側也是騷擾出的戰艦 那目前上島的部分 這邊騎士只有稍微少量的騷擾到一些經濟喔 但是UZGI反而是被重創啦 哇這個經濟直接收村 還被圖了蠻多村的感覺喔 那這邊有稍微把這個村民宿 拉平了一些喔 現在399村對393村 那中間的戰艦數量突然又爆了起來 斯蒂班牙的奴炮戰艦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那這邊瑪扎爾也沒有打陸戰喔 可是很專心打火戰船喔 火戰船雖然也是蠻多的 那天空熊這邊蘇人不蘇陣喔 快速火戰船也是繼續補了過來 中間馬頭也補上了 第一時間爆破船也補上 直接爆了一波 哇非常漂亮 直接炸了大概快要10艘的奴炮戰船 這裡天空熊立了一個大功 但是這邊戰艦數量還是很多 斯蒂班牙之機實在太好 那目前奴炮戰艦的數量總共有43台 斯蒂班牙這邊優勢非常巨大 這邊如果DS沒辦法自己把奴炮戰船的數量給蓄起來的話 可能中間會打輸喔 接下來就要來看天空熊能不能幹大事了 那目前看起來台灣A隊很努力想要撐住這個中間戰場喔 那Cloud這邊很努力的想要打登陸戰 欸這邊Cloud直接按邊蓋下來做城堡 兩隻騎士開始往下派了 哇那看起來台灣A隊這一波進攻是有機會拿下比賽的喔 這邊中間海戰雖然快要打不贏的感覺 但是這邊登陸戰有起來的話就有機會阿 好這邊海岸線來幫忙的是馬扎爾 馬扎爾是火彈船 是無炮彈船 欸但是這邊居然沒有蓋起來嗎 哇城堡居然蓋不起來 完了 這城堡沒起來 哇 出死了阿伯 還剛講完台灣A隊有機會了 然後 碰爾德這一波登陸戰 並沒有成功 台灣A隊這邊持續再繼續騷擾 這邊開始慢慢的把這個海域打回來了 那天空熊也是很努力的 要用這個火彈船去燒對方的火炮彈船 但這邊有很多自爆船要小心 好這個是金雷火炮戰船 這是自爆船 看錯了 好這邊有自爆船 這個是自爆船沒錯 炸了一波還好 只有禮燒船而已 但由於天空熊正面的碼頭 全部被摧毀了 要補戰艦的話 只能從後方 這邊要趕快再繼續補戰艦 戰艦要再過來一段時間 右側小葉葉的戰船 也開始蓄而起來 跟對方葡萄進行了一個打擊作戰的動作 那你看葡萄的防路是有多易防的 而且血量上來說也是多一些些的 有這個血量加成 豆泉葡萄打海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好接下來看看中間 由於西方火炮戰船攻擊速度有夠快的關係 城堡直接被打爆了 這座城堡看起來也是建立不起來 哇這邊沒有低調 克勞德這個城堡直接擺一個 看來是沒有時間控好 那沒辦法 因為這個戰場實在太多了 目前戰艦狀況兩邊都是打著你來我往了 火炮戰船也是殺的非常快速 那這邊西方火炮戰船實在太強大了 可能要找個辦法去處理掉 才有機會打贏自己的戰爭 目前DS的戰船也是很努力想要續起來 畢竟這個薩拉森的奴化戰場 20%的攻速加成實在是太強大了 但是經濟要好才可以續起來 但是這邊不知道經濟有沒有開始跑貿易了呢 好像有 他們好像有在跑 有有有這邊 但是這個貿易蓋的有點偏外側 待會如果左側海域打不下來的話 很容易貿易就會被斷了 這是台灣隊待會後期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好那這邊火炮戰團繼續在掃彈沿岸的途中 那我不確定現在台灣A隊還有沒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場比賽喔 感覺有點... 涼...微涼啊 正下微涼 現在現在是冬天喔 H聞到夏天的感覺 這邊要解的話真的不好解喔 這個火號戰船加上農號戰船 那天空小如果要來繼續幫忙打的話 那可能要趕快找個機會喔 去左側或是後方 蓋上大量的碼頭趕快來支援 或是在右邊或是朝鮮這邊蓋也可以喔 趕快找個機會來蓋就好了 因為畢竟奴炮戰船 並不可能一直在原地發呆 不讓他蓋子 他一定是會想要趕快去擊毀沿岸的城堡 然後找去一個潛攤地方 讓墨西哥隊友有機會去做一個登陸戰的一個動作 好這邊炎岸掃彈同樣A隊慢慢的開始變成了烈士了 雖然天空熊的艾速火噴船已經到達了前線 但前線做戰的一個問題 後面有這個自爆船 紅色還有好險沒有炸到 但是這兩艘都炸到了 哇這個炸直接炸了五艘船左右 後續戰船拘捕過來 UZDI的戰艦開始做出了效果 但是天空熊並沒有出自爆船嗎 感覺好像有點慘 天空熊的自爆船能量多一點 他現在出的都是火噴船 自爆船在後方並沒有到前線來 還在路上而已 那這邊一岸邊 大型建坦蓋的非常多 不過他這邊防 這個岸邊公司做的非常漂亮 這個電塔是可以做到一些傷害的 如果這邊要拆劍塔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火爆戰狂 設置在中間這個位置 但是他如果塞這個位置 就可能變成標靶 這個標靶 你被打到很容易會擊垮 這個就很難扣 但是這邊小葉也是把大型建坦蓋到岸邊 兩邊都是建坦的一個中距離 只要過了中線就會被這個建坦射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左邊這邊貿易 蓋的實在太岸邊了 這邊就很危險 這邊岸邊絕對不能被拿下 一拿下之後 台灣A隊島嶼上的貿易 完全就會中斷了 那這邊經濟一來就會直接崩塌 所以現在是逆弦於眩 台灣A隊能不能拿下更好的戰績 就要來看天龍熊這邊 能不能自爆船炸個一波 結果這邊自爆船直接被攔截掉 全部被送光 火彈船沒有第一時間上 上的是自爆船 自爆船全部送光之後 後面還有兩站補路過來 特別兩艘自爆船能不能炸個一波 感覺有點困難 這邊再炸一下 哇感覺這波大戰 台灣A隊並沒有拿下優勢 後面還有更多的奴炮彈 就是後面發呆 並沒有做輸出 台灣A隊的戰艦 就已經快要倒光了 看起來這些奴炮彈船 但是你要不要擋下火星跟A隊的攻勢 台灣A隊 看起來已經迅速涼涼了 唉 沒了嗎 炸炸炸炸炸 喔喔喔喔喔這波炸 火星跟A隊這波炸得很漂亮 唉唷 唉唷 台灣A隊怎麼炸得有點尷尬啊 好像並沒有非常好的感覺 那這邊奴炮彈船稍微再繼續輸出一下 這是最後的防線了 然後A隊 唉唷 開始炸一下 奴炮彈船繼續輸出 好這邊奴炮彈船下方好像快打來了 但是左邊這邊才是關鍵喔 後方的重型火戰船 能不能繼續撐上來呢 好這邊炸了一波 炸一下炸一下炸一下 喔稍微有減緩CBAR的攻勢了 這邊密血淫眩的時候 最後城堡苟住了這邊的戰線 台灣A隊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但是中間的部分 開始有點危險喔 這邊完全是可以讓 UGG他們登陸的 好弩暴彈船 弩暴彈船 不好意思笑蠢了 好 這弩暴彈船的數量 終於續起來了 但是這邊還是很危險 這個戰艦不能堆在一起 哎呀 弩炮彈船不能這樣打 趕快喔 趕快要散開喔 這個不趕快散開會很危險的 好右邊的小葉葉 分數拿到第一名了 目前看起來小葉葉這邊 有點會打輸喔 因為七八兩戰戰 開始慢慢往右補了過了 雖然左邊他們有點半放棄的狀態了 那時間再繼續推移下去的話 又要變成像台灣B隊一樣 誰的木頭先挖完誰就輸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買賣的部分 不能太過於去賣太多的資源 應該也不會賣啦 現在這個時間點應該都是瘋狂買木產 你看這邊木產已經被買到 100木頭300多黃金了 好那這邊戰艦數量還是非常多 哇靠這邊黃色 馬渣完全也沒打登陸戰的意思 空間目前也沒有打登陸 雖然西班牙這邊他們有明顯的海岸的優勢 哇這邊村民大量直接倒光了 這邊直接再殺了過來 哇這個火戰層數量太多了吧 這邊可能要擋住十分困難喔 這邊做一個前後包夾動作 後面大量火戰船直接對燒 那天空熊過來支援 但是中間一直穿插一些自爆船的關係 弩化戰船沒辦法很安心的輸出 一直要做一個拉打動作 不然又被再撞了一波 哇血量掉的非常多 那我覺得墨西哥隊這邊打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是他自爆船一直有補上 除了打這個動型火戰船之外 弩化戰船也在繼續輸出 那中間還穿插一些自爆船 來針對對方天空熊的一個火戰船 還有後面弩化戰船的一個傷害 當然非常的死者 雖然天空熊也有做 但是已到前線喔 就直接炸掉了 就是隨緣炸 那雖然有時候會炸得很好 有時候但是還是炸不到對手 欸通常就炸到了 那天空熊這邊自爆船 可能是要多按一點 但是多按一點自爆船的話很容易喔 這個火戰船雖然就不夠多 前線就扛不起來 那這個自爆船跟火戰船的一個分配喔 是非常顯得重要的一點 好那前線這邊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的東西 喔這邊這麼多戰艦 是要來打登陸了嗎 現在如果要打登陸的話 墨西哥一隊隨時都有機會喔 右邊小葉葉的沿岸的岸邊喔 都被西班牙的火炮艦隊喔 全部拿了下來了 就只能撤到後方了 那這邊唯一能挖木頭的地方 也被戰艦騷擾喔 很尷尬 然後中間這邊木頭 沒有辦法挖乾淨的話 戰艦輸這樣 只是找的喔 是會輸給對手的 那木頭在這場團隊島嶼的狀況下 是非常珍貴的喔 那這邊木頭沒有挖乾淨喔 也是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挖的 這個地方是不能挖的喔 因為這邊一挖的話 戰艦已經會被 村民會被戰艦攻擊 這個看起來台灣A隊木頭上來說會少一些喔 對面都已經開在第一村民 短戰艦跟這個貿易車隊了 台灣A隊這邊木頭也挖不完 右側小葉被逼到了家裡 右邊大量木區 雖然是他留到最後挖的一個狀況 但這一塊木區可能也沒辦法挖得很乾淨 就要打出GG了嗎 感覺數量上也不夠多了 台灣A隊天空熊開始 分波兩路左右兩邊都在支持海戰的一個部分 但是沒有人打登陸戰 但中間登陸戰的部分 洛西格A隊開始在出馬札爾的精銳標騎兵了 馬札爾的精銳標騎兵 只要點下銀罐之後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即刻生產單位 這個單位非常強大喔 只要花肉就可以產出血量高達100 105D的一個肉碼 而且攻擊力還有14 而且打工程器還有額外傷害 所以這個馬札爾標騎兵 在殘局之中 就跟托蘭的大肉碼一樣好用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做出大量傷害 就是在這種傳戰沒有支援下的情況的時候 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單位 目前墨西格A隊明顯站上了上風 台灣A隊其實有點慘 雖然看起來官民上來說是有贏 對方村民數是100村的 但是其實那個是對面自己低村 然後來增強自己的強化軍事單位的關係 所以右側這邊還是被壓著打 而且這邊要被打到貓衣車隊囉 這邊右側如果擋不下來可能要被打GG了 天空熊可能要趕快把大量單位往右派 左邊的部分可能不能再派了 那麼只要一被傷到之後就斷經濟囉 重點這邊的一個工坊戰也是打得非常的火熱 目前看起來台灣A隊中間這邊有點快擋不下了 城堡雖然有在蓋 但是並沒有太多的村民或是策略可以擋下這一波進攻 連越南的火炮塔也慢慢插進來 台灣A隊待會要被升入到貿易車隊的地方了 哇這個火炮塔直接殺了進來了怎麼辦 台灣A隊還有機會可以逆轉這些的戰局嗎 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陸地單位可以來守 台灣A隊打出了GG 哇我們恭喜墨西哥A隊獲得了2比1的勝利 但這場比賽其實是有爭議的 因為在第一次的團隊島嶼的時候 A隊明顯的把對方的兩位主將給打爆了 但是因為對方快要輸的情況下突然斷電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斷電還是手動斷電了 不清楚 導致比賽方宣布重賽 導致台灣A隊沒有在這場比賽拿下勝利 結果這一場的時候墨西哥A隊友就拿出了剛剛這一招 一開始就打登陸戰的方法 然後直接扭轉一個戰士了 讓台灣A隊可以拿下優勢晉級比賽的一個狀況 直接被抹滅掉了 墨西哥A隊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說不太好啦 有人會說他們用奧布 雖然你們要這樣講也對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 台灣隊會輸也是實力上的關係 也不是說台灣隊實力上是弱的關係 而是確實墨西哥A隊在這場圖的時候前線這個策略相當成功 台灣A隊完全沒有防到這一招的關係 然後也是被盯得死死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這一場會輸單純就是他們的策略打得好 台灣A隊也確實沒有防到這一招 那也是導致這場輸的關鍵之一 也不是完全是因為這個關係輸掉的 但確實UGDR這場登陸戰打得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台灣隊也是相當努力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輸了就是輸了 雖然對方可能是用了一些手腳我們才輸掉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台灣隊伍的實力有到達的話 那自然的話也可以拿到冠軍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也就代表我們的實力也就到那邊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去攻擊墨西哥A隊 或者是去跟主辦方反映這件事情 只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反映一下 這個墨西哥A隊斷電然後重賽的事情 因為其實這樣對另外一方有優勢的一方 是不有利的 因為這樣對方就可以一直重賽 然後藉由重賽一直重打 然後獲得勝利 這樣對這個賽制來說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A隊是有權上訴的 但我覺得也不用太去刻意攻擊墨西哥A隊 那台灣A隊輸了就是輸了 這個就是40 沒有辦法 那也確實也是墨西哥A隊的一個策略 第二次的策略打得好 也才可以拿下勝率 如果他們第二場沒有那麼強的話 或是策略一樣爛的話 我們依舊還是會打得贏 但是並沒有 他們還是有展現出他們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 算得半心服口服吧 一半一半的 我覺得也是很希望台灣隊可以 但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恭喜墨西哥A隊 拿下這場勝利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狀況這個馬扎爾 沒想到是經濟最好的 有可能是他專心農的關係 前期沒有參與大量的海岸戰爭的關係 到帝王實彈 中後期突然爆量大量戰艦 直接來支撐左右戰場的海域的一個作戰方式 到了後期以後 這個登陸戰打得也是著實的漂亮 那我覺得後期很大的原因 台灣隊沒有辦法打贏 是因為這個文明的關係 西班牙人跟葡萄人 這兩個文明到後期的戰艦對決來說 優勢實在太大了 尤其是火號戰船 然後這個葡萄人的戰艦血量又很高 就變成說他的彈量 是時間一脫長很容易就像是192的優俠 打180的優俠一樣 打到後面最終都是血量會多的會贏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會輸的很大原因是因為文明的關係 但台灣A隊第一場比賽打的確實也是不錯 但是他們上傳的RP是只有上傳輸贏的比賽 並沒有上傳斷線的影片 所以我也沒辦法再放RP給大家看 那場比賽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啦那這次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忙先訂閱 那你對本次賽事有任何想法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好那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